哈哈哈哈 距离下掉之后截他 因为他摸招距离的盖子并不高了 这个时候的话杀不要乱用啊 不要有牌就必须要用光 去杀一下神寻玉 神寻玉是两张闪 不要去浪费牌 杀其实也可以当做一种防御牌的 比如说防南蛮 好我看着马良整个一些神抽 这我直接绝望了 瞬间给神寻玉送我11张牌 我他妈的瞬间爆炸 不过马良比较嫩啊 能看出来奇症相生不看不会用 他根本不会把人想的会玩一些 他用奇症相生最主要目的肯定想拿牌啊 所以我肯定要出闪啊 所以说他两个奇症相生 没有打出应有任何的策略的效果 这时候的神寻玉 认为我可能有很多闪 所以用奇症相生 想要打我去 这个你玩 你玩这个游戏一定要预估到对方的想法 所以说奇症相生 在神寻玉这我就直接出闪了 因为我已经没有闪了 实在没办法了 马良那还肯定不能给他骨牌的 然后最后神寻玉打了半天 就打了我这么点去 完全没任何用 很开心 很开心 然后结完赢之后 看马良吧 老天一刚刚才已经给了你那么好的运气了 天与不取 反受其咎吧 反正是 这时候我天过了 运气不错 注意这里啊 这和军八不一样啊 军八的话一般正常情况是神赶紧先看牌的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去先看牌 处理掉马良 然后去看神血 神寻玉的牌 不管是回血还是下他牌都是很重要的 注意留自己的花色 知道吗 注意留自己的花色 然后这里面一定要注意就是你不要把对方想的那么简单 现在他还是有斧子的 给他个结营 这里面其实还是有失误的 有会儿你就看到了 这时候账八杀一刀防九杀 第二刀没杀出来没问题 这时候问题就有了 我失误了 我忘了他有账八了 直接又把营给他了 完全没意义 知道了 浪费了点 浪费 等于白让他过了三阵 多过一张牌 很亏 得亏没摸着奇怪的牌 这时候续报留好牌了 直接酒火酒雷杀就行了 注意我什么时候留的牌 没有一根筋的一只杀啊 然后继续往下看啊 这是一把刘赞 刘赞的话 像宠技能我以前给大家讲过 这时候看见曹皮的话不要怕的啊 你多刀留 刷好多刀的话直接打曹皮 看他翻谁 多打他几刀 如果他要是第一盒刀翻你 等于给你补亏和内补一张牌 不亏的对于刘赞来说 对于刘赞来说不亏的 这时候行了 曹皮明显把这玩意当成补牌机 他认为所有人都是傻子 他认为我还会打呢 然后他翻了队友 好的 然后直接乐住他就OK了 然后他砸蛋 砸蛋只能证明你无能啊 你被别人 真把这玩意当补牌机了什么 是不是认为曹皮很牛逼 然后这个时候注意一下 然后这个困影 雇赢这个东西 你要注意啊 不用老去给他牌 让你随手拿 你要自己选择 不要去让他拿你的手牌 我过让他固赢的目的 单纯是为了过牌 注意这里面我还能继续过牌 但是我不过了 不过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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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